二千年后,萧若元述往事,论当世,思来者 和大家一起细说太史公,史记 后二岁,两年后,大将军,标企将军,这个霍去病 大出击匈奴,讲数字请行,讲又想去 天子以为老,觉得这个时候李光衣老,罚他,是不想让他去, 梁九乃许之,求了很久才让他去,以为前将军, 前将军是应该打前锋,是岁元首四年也, 那年就是元首四年,讲既从大将军 清击匈奴,他跟大将军 为清去打匈奴,既出塞,既然出去了塞外, 清暴露,为清捉到那些匈奴, 知善狐所居,知道善狐在哪里住, 乃自以精兵走之,自己带精兵, 冲过去意图制服匈奴的善狐,而令港 并于右将军军,叫李光那对前,本来是前锋的军队, 和右将军,出东道,在东面出, 东道少回远,东道那条路, 是很弯弯弯弯的,很难走, 而是很远的,而大军行水草少, 而那里也很少水草,即是马 是没什么草食,那条路是很荒凉,其勢不团行, 是不适宜大军进行的, 港治请约,于是李光去和韦清说, 臣报为前将军, 我的职位是前将军, 今大将军乃使令臣出东道, 现在你命令我带兵出去东道, 不是直接去打这个匈奴, 出东道去包围匈奴, 这神结法自从我大过之后, 而与匈奴战,和匈奴打了这么久, 今那一得当善狐, 我是希望终于有一次机会, 能够和善狐,就是匈奴王, 相遇决战, 神愿居前, 我希望做前锋, 先死善狐,和善狐拼命, 但是大将军清亦因瘦上界, 其实汉武帝是警戒过韦清, 以为李光老, 说李光年纪已经老, 素姬, 那条命很奇怪, 觉得他不好混, 武令当善狐, 不要让他去充去对付善狐, 恐不得所欲,恐怕会失败, 因为他人不祥, 于是, 那时候刚刚公孙奴, 身失喉, 刚刚失了他的喉, 为了做中将军, 从大将军, 以中将军的身份跟大将军出发, 大将军亦欲使奴, 与匈奴善狐, 大将军想带公孙奴一起去打善狐, 其实公孙奴对慧清有恩, 慧清曾经被那时候王后, 汉母弟弟的王后陈娇的母亲捉了去, 想杀死他, 被公孙奴救了他, 所以他想帮公孙奴, 让他拿回猴着, 故事前将军说, 所以调走前将军说, 而是叫公孙奴跟他, 因为这样容易立功, 讲时知之, 讲时知道, 故致辞于大将军, 马吴濟, 他不肯去东边, 大将军不听, 大将军不听他说, 令掌使封书遇港之莫苦, 叫掌使封书寫封信, 送去给李廣, 那个帐幕那里, 急毅步如书, 你现在快点去右边, 这个是军令, 讲不借大将军而起行, 于是讲很生气, 就没有跟慧清辞行, 就走了, 以甚蕴露而奴步, 因为他发脾气, 就回到他的军队, 引兵与右将军, 二旗合军出东道, 那时候和右将军一起带兵出东道, 军亡道, 谁知道那些军队, 没有导游, 没有带路, 没有响道, 或失道, 结果走错路, 后大将军, 大将军去到, 这套军队去不到, 大将军与善狐接战, 而大将军已经和善狐打完, 善狐顿走, 被善狐走了, 无能得而还, 是捉不到善狐, 南拙莫, 于是就回回来, 回回来沙漠下面, 就遇到前将军和右将军两个, 遇到李廣, 廣, 廣二见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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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入军, 回来就是自己的军队那里, 大将军指掌使, 就是他的秘书长, 辞秘奴显港, 秘就是干粮, 奴就是酒, 带干粮和酒送给李廣, 因问港, 二岐, 二岐, 二敏, 李廣和二岐两个, 其失道状, 为什么你们会来不到, 怎么走失了, 清育上书报天子君曲折, 你告诉他怎么办, 我就上书告诉天子, 让天子不要处罚你们, 港未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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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 大将军指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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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择港, 去责备李廣, 要他立即去莫府, 大将军的秘书处那里, 对保, 就是质问他, 審他, 港曰, 你说, 朱家卫无罪, 我手下的军官, 每个都无罪, 乃我自失度, 是我走错了路, 今吾至上寶, 我自己愿意负上这个责任, 好,这节目完,